今天咱们在学习Spark Streaming 那有一个知识点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那就是窗口函数 那什么是窗口函数呢 咱们打开这个文档 1.6.1 Spark Streaming 里边有一个窗口函数 有一个window 看看这有没有啊 那是吧 那我找一下 window operations 啊就这啊 这是关于这个窗口函数的一些介绍 那 咱们首先一点点重要的看啊 看这个啊 Spark Streaming 他也提供了什么呢 窗口计算 他提供了窗口计算 他 他允许你 什么呢 允许你 滑动窗口 来进行 滑动窗口来进行计算 啊 来进行数据的转换吗 允许 滑动窗口来进行数据的转换 那这个下边这个图呢 就是演示了 这个怎么滑动窗口 那说到这呢 那肯定 不懂这个窗口函数 他到底是用在哪方面 以及怎么施用它 是吧 那不急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窗口函数的一个 定义啊 那窗口函数是指的什么呢 他就是指的是 他就是指的是什么呢 一段时间内数据发生的一个变化吧 一段时间内数据发生的一个变化 而且呢 是也是跟那个Dstream有关系的吧 他说白了 他还是属于一个Spark streaming里边的一个知识点嘛 那这里边有很两个很重要这么一个参数啊 一个是窗口长度 一个是滑动间隔 窗口长度是指的什么呢 是代表的是窗口的这个执行时间 窗口的执行时间 那滑动间隔呢 是指的是 窗口操作的一个间隔 窗口操纵的一个间隔 那到底什么意思呀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图啊 就是你现在要用窗口函数了 要再用窗口函数呢 那这个Time1 Time2 Time3 那这些是指的是执次间隔 也就是咱们在做这个案例练习的时候 这是个执次间隔 那在这个案例里边 我是不是5秒钟运行一次任务 5秒钟运行一次任务呢 那这个Time1 那你就相当于这个5秒钟运行一次任务 就是Time1 那再过5秒钟运行一次任务就叫Time2 所以说那个在这这个Time是指的是执次间隔 那你看窗口长度是指的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代表一个窗口长度呀 这也是窗口长度吧 那所以说在这指的是窗口长度是指的是 三个执次间隔也就是15秒吧 窗口长度15秒 那滑动间隔呢 咱们说了滑动间隔是窗口操作的间隔 那这是操作一次 另外下一次呢 又在这儿操作 它是间隔了几个呀 是不是间隔了两个P次间隔 也就是相当于间隔了10秒钟 所以说那在这儿指的滑动间隔 滑动间隔是不是指的是 你越过了几个P次间隔 在这儿就是是不是指的 滑动间隔是指的10秒钟呀 这是关于窗口长度以及滑动间隔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参数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 滑动间隔 就是和窗口长度和滑动间隔呀 那必须是这个Dstream Dstream 这个P次间隔的一个倍数 那你看 现在这个Dstream一个 这个P次间隔是值的5秒吧 那必须是这个P次间隔的一个倍数 那你可以想象的到 如果不是他的倍数 那你怎么给他算什么窗口长度 或者是滑动间隔是吧 哪怕是你一倍呢 是不是都可以啊 那说到这儿呢 也许你对这个窗口函数啊 理解那么一丢丢 但是那具体的应用到哪些场景 还不知道是吧 那这个也很好理解啊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需求就是 我需要统计啊 过一个小时以后 我再统计前两个小时的一个PV PV就相当于访问量嘛 那怎么统计呢 那这样是不是就应该用窗口函数 窗口计算来统计比较合适了 比如说我过了一个小时 我统计从呃 从现在时间到往前推两个小时的一个PV 又过了一小时 我再统计前两个小时的一个PV 那这样的话 那这种情况 它就是用窗口函数比较合适 那这时候有一个疑问是吧 那你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过一小时统计前两个小时 再过一小时又统计前两个小时 这样设计到一个重复数据的计算了吧 是不是有重复数据计算呀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允许你计算重复数据 因为你这个需求 你就需要计算有些重复的地方嘛 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 这儿也显示了 有时候你要有重复数据 但这个呢 并不是说 虽然说有包括一些重复数据 但是呢 并不是说你的重复计算吧 人之前这个 已经跟计算完 只不过你在 你弄到下一窗口的时候 把上一些数据 你重新利用起来嘛 还有种应用的背景就是 比如说现在 在关于这个金融方面 或者是股票方面吧 有一个趋势图是吧 有时候你会需要计算一些什么 转化率 这个率那个率之类之类的啊 这时候也有有很多情况是 也需要算什么窗 应用到 应用到窗口计算的啊 呃 为什么呢 因为是 你有时候不得不说是 把那个 你要不得不自行计算 好几个P次间隔的数据啊 那窗口就相当于 你可以抽象化理解一下啊 我这个窗口是不是 这个窗口给你显示的 就是三个P次间隔的一个结果呀 另外一个窗口 再给你显示三个P次间隔的结果 所以说我很多的这个应用 应用场景啊 就是我需要你显示 多个P次间隔的结果 我就给你给你算多大的一个窗口啊 设置多大的窗口 呃 完了怎么滑动 也得需要你 按照当时的一个需求来看吧 呃 咱们在这儿 啊 简单的话一下 继续加深一下理解啊 来走 咱们首先把这个关键的啊 关键东西先说一下 窗口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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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的一段时间内数据发生的变化吧 数据发生的变化 数据发生的变化 一个是窗口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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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是滑动间隔 那关于这个窗口长度是指的是窗口的持续时间 那另外呢 是代表窗口操作的间隔 那需要注意的是啊 注意这两个参数必须是 批次间隔的倍数 啊 这两个 必须是 d stream 间隔的倍数啊 这是我们刚才来强调的啊 来咱们首先 来看一个啊 嗯 先来这么一个 rdd啊 那比如说这是个rdd 而且是一个批次间隔的rdd是吧 叫time1 time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几个啊 这个再来几个 来几个啊 六个吧 time2 3 4 5 6 这是指的是六个批次间隔 是吧 嗯 六匹次间隔 那我现在要做一个窗口计算了啊 那我现在画一个啊 比如说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这是一个窗口 那你说我现在 现在的窗口长度是多少 那比如说啊 那 批次间隔 间隔为 5秒 5秒 那 那窗口长度为 是多少 是不是15秒呀 一看就是 一看就是三个窗口嘛 窗口长度为15秒 那滑动间隔呢 那滑动间隔呢 滑动间隔 它也是15秒吧 滑动间隔也未15秒 那还有种情况啊 这儿的 这儿的 4 5 26个吧 那这个也是 TIME1到TIME6 TI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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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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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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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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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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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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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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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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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10 10 10 11 这是输出的 咱们可以大家看一眼 那比如说有window 这是一个窗口 那你可以看后边这个说明 比如说咱们常用的 你看这里边就是需要这么两个参数 一个是窗口长度 一个是化动间隔 给你返回的就是这个窗口长度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count by window 一看count 那意思就是肯定是一个聚合的过程 聚合的就是这个窗口长度的这么一个结果 还reduce by reduce by window 那你看都加了个window吧 reduce by key window reduce by key end window 那这些呢 你去了window 和咱们平时操作的一个算子的意思差不多 等你加了这么个window以后 是不是你就得需要给这么两个参数呀 一个是窗口长度 一个是滑动间隔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结果呀 按照这个窗口长度给你呈现出来了啊 这个意思好理解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做个小案例吧 咱们再深入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是一个窗口计算 窗口计算 应用到这些窗口函数 关于这个窗口函数呀 确实是比较抽象啊 有很多同学在学完这个窗口函数以后 他仍然是对这个窗口函数不太理解 那这时候你需要怎么办 不光是需要去看这些文官网的文章 你最好是什么 在其他网站上再找一些其他的资料 去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下 因为你在接触这个Spark streaming 你肯定要学这么窗口操作啊 窗口操作的 好